我注意到有报道称 美国和台湾地区的船只意外相遇 我要指出的是 中方反对美台军事联系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美台军事勾连的错误行径 我们也证告民进党当局 以武谋独 以武巨统 都是死路 注定失败 这一点不会有任何意外